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宏觀粵語新聞 我是劉鳳儀 馬總統出訪 離開中美洲遊邦多明離家後 前往海地 台海建交 明年將滿60週年 海地總統馬德納親自到場接機 馬總統也在海地留宿一晚 成為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 第一位在海地過夜的元首 馬總統強調將持續協助海地重建 馬德納總統也承諾 將會在國際場合上 繼續為台灣發聲 對海地馬總統展現高度重視 是第一位訪問海地的中華民國元首 2010年海地大地震 重創首都太子港 40多棟政府辦公大樓毀損嚴重 連總統府還未收復 為了落實成為法治國家的決心 台灣協助海地興建最高法院 2013年才邀請馬總統動土 今年已經員工落成 馬德納總統也關心 台灣八仙塵爆以外 先後和書基主教朗格羅 率領政府官員共同默土 兩位總統一下擁抱一下激象加油 台海兩國元首會談之後 聯合舉行記者會 馬總統強調 海地是台灣最好的朋友 一定會協助海地重建 台灣對海地的援助 不止在海地的公共建設和農業上 教育更是重要的一環 2004年以來 已經提供150多位海地學生樓台獎學金 海地樓台校友會長克羅德 五年樓台的生活 中文超流利 台海兩國邦而將滿60年 未來也將會在現有的基礎上 遲造深化兩國關係 西 beasts 均勢